这一组也是FS对于他的足够的信任 以及同族的诗语 一般人其实真的 可能说在碰到阿旦的时候 就会选择一般车队 可能会选择战术性的放弃 选择可能较弱的选手 去对上这一分 是的来看一下CPA 擅长赛道新火车 正亚和急碰机场 很真实啊 我们这一次全国公开赛 对大家写的擅长赛道 可能真的就是他们的擅长赛道 我一方面想说这个真实 一方面想说我们这次还把年龄写上来了 刚刚阿旦 25岁 虽然说在社会层面来讲的话 还属于一个正值青年的人物 但是在赛场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名老将 当然这句话呢 我只针对他一个 因为我也关注到了 其实我们这一届也有同为25岁的一些选手 没错 你们还是新人 这是真新人啊 但是对于蛋仔来说 从联赛到现在 他也可以说是 从一名年轻小将 我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对于他来讲的印象 是超出这个数字 还是没有到达这个数字 因为确实打了很久了 这六尔不再写一个美洲大峡谷啊 苏格兰场其实也很代表性啊 是的 这个还记得他在终点线前的画虎 这个就真的是在当时比赛 对于六尔来说一场关键性比赛的胜利啊 是的 那场比赛其实对他来讲 赢下来太开心了 是的 看一下失语 对 一号公路 千户苗寨和幻音城假日 这种图呢 就是属于不难 但同样也不简单 偏战术性的图 可能你在用车上会需要考虑一下 是的 那你看 18岁 年轻 多么的年轻 年轻好 年轻代表着他的潜力 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对 包括反应 可能相对来讲欠缺一点的是经验 对 看一下首图吧 在月光之城上面 四位选手会不会都拿出机甲 没有 还是FS选择了竹心者 他们在首图上面好像 不是很想去拿机甲 是 上一局也没拿 但第一局拿了 对 但是不拿呀 是真吃亏呀 而且在后续的比赛里边 没机会呢 对 上一场比赛我看起来我感觉最有可能的也就是那一个救命码头了 是的 其他的图好像也没有更合更适合一点 拿不出来 看一下这次 重点关注的可能是两位前职业选手 是的 我觉得对于弹博来讲这一次无击阿弹的重任应该完全交在六尔身上吧 嗯 虽然说他改了很多ID但是我们在结束他的比赛的时候好像还会说最开始的那两次的 但是你看这两个机甲1.1和1.6的时间差怎么去更低呢 对 这第二和第三之间还差了0.5 要看第二圈这个弹射 四二点三啊 诗语这边已经被反超了 这会儿上来了 但是成绩还在1.4秒 这1.4秒想在月光上追除非是阿弹给机会 这个斋鱼跳台会给机会吗 压抽这个路线 好稳哦 不给机会 没有给机会啊 甚至我觉得时间差不被拉开就已经不错了 我看这把要跑多快啊 这些路线什么的都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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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也没问题 最后冲现的时间 我有一分二十二秒四 真的很快啊 厉害 这你说年轻确实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年长呢 他刚刚走呢 他的极限就摆在这了 怎么办呢 你说呢 可能我打过的比赛比较练过的图了多 确实 这个起步就已经是完全冲出去的状态 没有任何人和他对抗 这那一下是绝对的快 六尔虽然说第二圈跟的很不错 你能看到成绩其实是锁定的 甚至说在一点点 因为他后追有加成吧 在一点点的缩短 但是阿旦这边没有给任何 你能够追上我的这种可能性 是的 至少在第一局里面是绝对的胜利 这是今天唯一一个R吧 这是今天唯一一个R吧 想想之前 宁静在这张图上面的一个统质地 对 一点一点 零点几零点几的刷呀 接下来六尔虽然 哦 有没有可能直接上速格兰场 玩一把吧 大概率 对吧 我觉得六尔这种选手 我本身在他打联赛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就是因为很直接很直爽 就是你会发现他打什么 其实图很固定 而且很凶 就是上蓝图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就相信自己 然后开访的时候呢也不跟你兜兜兜兜兜 有什么野性有什么想法 就直接跟你说出来 嗯 表达的很直接 打法也很直接 凶狠 但也没准啊 因为有段时间没见着他 是的 万一说这段时间就可能 三星龙赛道练得好了 打一张自己准备的很不错的图 也是有可能的 嗯 我好像看到了 我好像看到了 看着那个颜色有点像穷山 那可能就是苏格兰场 哎 他们好像确实 整体的色调是一种感觉的 又属于不绿不黄的那种 嗯 这个 在这组比赛上面 刚才我们也做了前两场比赛的分析啊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分数差啊 尤其是你看这个深海 包括淡泊 这两支队伍之间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数上下浮动的情况 当然也取决于在这局比赛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得分 而对于FS和OS来说的话 FS前两局全都是第四名 且没有拿到第一冲线 苏格兰场 就是苏格兰场 上边天下边公路 刚才我看啊 那个小图 我感觉云游天赋也有可能 这个就是 他的代表 他绝对的自信 三个红鸭一卡迪斯 红鸭的话就是联赛常规 对吧 甚至说可能如果 大家按照联赛这种赛制去打抢7的话 选的也会是这辆车 没错 哈迪斯那就是十阵容错率 就绝对保证 但成绩不算快 而对于CPA来讲的话 还是选了一个哈迪斯啊 还是选了一个哈迪斯啊 一直让车 后续 黄鸭是很难打出来的 是的 哎 哎 他这边卡7 把自己路线给卡没了 是 第一下CPA那个完全是视角问题 但六二是自己的操作问题啊 是的 阿蛋再次排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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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蛋 我们还是统一一下吧 阿蛋好不好 好阿蛋阿蛋 真珠一下他这一次 别出心才起的名字 可以阿蛋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是谁 哎呦 这距离拉开得有点大呀 这才不到40秒的时间 第一名跟第四名之间 已经拉开了6秒以上了 是的 这边ECU开过来 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啊 虽然我们看六眼的这个操作衔接盒 阿旦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真的是追不上啊 这边又巧错了一下 长期赛斯拉开了0.1 蹭墙落地下来 反超了 给机会 六眼形成反超之后 看能够稳住 这里节奏有点乱 前面那个小篇过来之后 整体的速度变慢了 后边的东西赛道 我们只是说其实难度气质 顺度特别高 是的 两个劲道顺利通过 再出室内 后边 哎呀 这边操作失误了 CW但是这个差距有点太大 对 幸亏没说出来 是的 刚刚说后边没有失误点了 再甩 0.5了 但再有点追上来了 最后一个劲道 这劲道口 想要去碰一下 但没有贴到 再来去挤 挤开六耳 最后 反超做谁个快 还是阿弹 这最后一刻 连续的两个卡位 直接把六耳 卡在了边边上 职业之间的 理解 姜呢 还是老的辣呀 戏啊 这真的是 最近在电竞圈里边 比较火的一个梗啊 你辣还是我辣呀 两块老姜 这个真的是细啊 这个 六耳在我们看到 这个主视角上面啊 已经非常的极限了 它是前边有失误 对 但它后面真的很极限 对 也已经尽量的在做防守了 就是从这个连弯开始 这个弯道 其实六耳是想要 做一个防守的 它没有那么极限 但是后面的那个弯道吧 它又有点保守 这两个弯道太保守了 给了这个后置车身位的 这个进攻的路线 给他选择的这个可能 就太大了 他就是要把这个路线 给他让出来了 那弯没封死 对 2000 这种终点线前的极限对抗 导致的超越 这太长士气了 虽然说我不确定阿丹 到底需不需要士气这种东西 仔细回想一下 其实两位选手 阿丹的最后一个赛季 在联赛上的最后一个赛季 就是瑞尔刚刚加入联赛的那个赛季 第三赛季 当时还打了季前赛的 对 SG 当时那几个队伍打了季前赛嘛 然后他们以R2K的胜算来到联赛之后 然后从此开始了 属于他们RWK 或者说这支侠队的征程 或者西游之路 但是对于蛋仔来说 可能他的这些生涯 从那个赛季开始不见的在进行着收尾 但是当两个人再一次来到琼瑞赛S1的时候 我这种新老或老老间的对抗 老老间 是的 也是让人不得不感叹啊 就在联赛的舞台上 有着像东方 明清 这种从第一赛季打到现在的选手 然后脱离了联赛的体系 就是脱离了职业的体系以外 还有着像阿旦 这样也是从第一赛季 赔到我们现在的这种选手 他们的在电竞当中的生命力 长得可怕 是主要我觉得就是 他们在飞车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板块 这次选择到了亚特 而这次CPA是选择原机 我就再更正一下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板块 而是说在飞车整个领域的天花板之中 找到了自己的一块板图 这块板子踢不破呀 CPA的话 确实这张图选出来 它完全可以拿机甲 那这样对于Rio来讲的话 图选的 看着啊 目前是有点小亏的 这冰破 三个不一样的皮肤 对 但冰破确实现在皮肤也多 主要是这辆赛车确实实用性太高了 就现在虽然说星黄也出了 但是星黄强的领域呢 冰破也有一战之力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跑图舒适度啊 这辆赛车真的太舒服了 对 入手是绝对不亏的 甚至今天对吧 刚才我们还在说呢9月17号 仔细勇士上架了 嗯 从来好看 大家也可以入手一下 看起步啊 这里阿旦又来到领跑 机甲CPA目前处在一个第三名的位置 这里ECU六二歪了 被阿旦卡到了入弯 是的 他的这个时机掌握的是很好的 但是没想到阿旦这个入进去的时间啊 六二不占优势 哇 但是他这一个ECU以外啊 后边人导致全乱了 所以说阿旦现在领先了 将近两秒钟 哎 刚说完 但还是有优势的 呃1.1了 还在缩短 因为这段路没得追啊 这只有机甲能追 但机甲在第四啊 那他得一步一步一步追 对六二来讲 首先就是这个 这次ECU不可能出失误了 但刚才小撞了一下 这个ECU哎 球稳了 他踩点啥车 是的 找准路线嘛 对 过来 这机甲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后边 因为离得有点远啊 看不见 哎 上来了 突然间上来了 对 六二跟阿大两个人的时间差 来到0.3左右 这机甲12秒 哎 刚说完六二这边还是着急 又蹭了压墙 那这直线上 没得超了 3比0了 赛点了 这CPA能不能完成呢 难 看不到 这机甲 有点紧张了 我觉得确实作为一个充满着新鲜血液的这个车队队伍啊 确实来到这样的线下比赛 会有这个紧张的情绪在啊 是 慢慢磨练自己吧 我觉得对于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讲啊 阿旦一直在全国公开赛里面征战 真的是无论话题性观赛性拉半了 但对于和他会同组对战的选手来讲 嗯 难如登天 是的 其实阿旦这个劲道过来之后是蹭速度了的 嗯 但是这边蹭墙了 但你看冰坡就在这里 直接一个CWW慢慢把自己的路线调整回来 但是同围冰坡前边的那个不失误你就没机会了 是的 而且后面的场子到你确实没得追 对 3比0 这会不会成为最快的一场比赛呢 这事得看六尔 但是更得看阿旦 是的 因为六尔其实 呃 这一局打的确实也很好 但我觉得更尽力的一局是上一局 嗯 苏格兰场 这得上空港了 不是空港就是美洲 那你别的真的很难打了 就这个状态 嗯 一上来就能拉满 关键是你看这手足一分二十二 对 你看 真的就是三局什么都有了 第一局 嗯 是可以说呃 加引号的一技绝尘 是 就是因为他从起步出来之后呢 没有人呢 后面人对你比较远啊 只不过不是游戏当中那个成就啊 啊 啊 然后紧接第二局是极限翻盘 是的 对吧 然后第三局是前期的精彩对抗 嗯 他那一个虽然说不算是主动为之 嗯 但是因为他的存在导致了六尔的ECU的歪掉 第四局 还没到呢 成了 那就是光速下班 对他来讲确实是不加班 是的 那这也会是我们这个全国公开赛最快的一场比赛啊 是 是我们QP车全国公开赛S1啊 我们是S1第一个 4比0比0比0 那他又要解锁成就了 从曾经的这个KOF 嗯 索学反杀 对 EV3 你看啊 大家看起来啊 现在吹一吹啊 小小手汗 长城 好像紧张的表现 但对于阿旦来讲 他就是放松 你看这次又是OS选择了智慧女神 对 各有利弊嘛 感觉他们好像都是这个企业文化啊 一样的训练方式 一样的理解 尤其是从手足 你看这个FS 不拿机甲 嗯 啊 再到后面 慢慢的这个就很像了 OS拿这个女神 看一下吧 刚才这位女神是有点可惜的 是的 起不上墙了 但这个位置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了 应该不会了 还是 这次是两左两右 对 但是CPA 哎呦 跳过来之后 嗑了一下 不太对啊 对 本身速度也不对 六二这里得放慢点脚步啊 不能 哎 真的不能太着急啊 但这放慢的有点太多了 他这个 有点太着急 和阿旦去抢路线了 趋速对抗 这里很明显 让一让 这个图绝对有得追啊 但其实我还挺支持他的做法的 因为对于阿旦来讲的话 你不能给他留任何喘息的机会 是 你必须要抓住每一个弯核地进行对抗 但只不过就是你对抗地图的因素 有赢有输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地图的因素 你这张图不能急 就像西部一样 美洲也是一样的 你这张图在后追者跟住是绝对有机会的 但是你看 这1.4秒的时间差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阿旦的这个断空飘失误 绝对有机会这个事啊 我觉得在阿旦面前也不一定 光速下班的成就即将解锁 完成度88% 来了 最后一刻 这个游戏结束距离太远了 没有任何问题 4.0.0.0 恭喜阿旦 啊 这也太快了吧 这是咱们体验上的班啊 没看时间啊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也就半个多小时 太快了 真快 他是真的快 我好像每一次 打这个全公开赛的时候我都要说一句 阿旦是真的快 是的 我这一些又打卡了一次 感谢四位 可是对于绿尔来讲 其实也挺可惜的 是啊 看后边要不要丹博换一个思路 但是我觉得换思路这个事呢 其实也很难 因为他的两位队友 其实在同组拿到的分数也挺高的 对 尤其是重 他的这个今天表现 整体的这个稳定性也好 还是说自己的图持都是非常多的 但是你要想在亚洲北当中 哪怕说打到最后 那都是真的很难 是的 那小光赛胖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联系一下现场 欢迎来到采访期 大家好 我是陈氏 现在站到我身边的是 刚刚获得比赛胜利的深海阿旦 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吧 都被你介绍了 好 大家好 我是阿旦 先问一下阿旦 这个不愧是我们的好兄弟 好像从来不愿意让我们加班 今天4000之间一鼓作气拿下比赛 觉得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能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给面子 对 其实今天尔兹哥面道 你压力肯定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每次叫你ID的时候 尤其是这一次全国共赛赛 觉得还是有点别扭 想问一下阿旦 为什么从宰字本 又变成了阿字本 三兄弟一条心 大家都阿龙 我跟着阿了 而且直播间很多水友都阿旦阿旦 叫了很多年了是不是 显得也是比较亲切 我以为在装嫩其实 其实挺嫩的 其实很嫩 说一下刚才比赛期间的一些细节 就是想问一下蛋哥 就是对战到尔兹哥的时候 感觉比赛过程当中 有没有感受到哪方面的压力 感受到同为职业选手退役的那种 他追我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 哇 聊不得好快啊 我就觉得其实 正是因为做过职业选手 所以也知道职业选手的第一海 对的 那你觉得今天还是4000拿下来比赛 你觉得对于尔兹哥来说 他为什么会发挥失场呢 考验情长了 这个可能就是说 比较提示我们这种老人家吧 对吧 其实在我看来啊 可能这个就是 不管是之前全国车队公开赛 还是现在的全国公开赛 这可能是地主的Buff 你觉得呢 真没这种感觉 没有啊 没有 觉得这一次自己才是那个挑战者 是吧 对的对 那想问一下 我从来不会跟大家说 我期望的成绩是什么 哦 都是瞎猜的 所以说知道就行 还要弄带节奏 好了 还行一行 这波还澄清了一波是吧 每一次都是以挑战者的身份 去比赛的 那最后想问一下啊 大哥 这个其实也是第一届的全国公开赛 其实跟之前的全国车队公开赛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要是横向对比一下 过往的全国车队公开赛 你觉得这一届全国公开赛的难度 是怎么样的 嗯 难度就是这一届又有蛋白了 压力又来了 这样子 蛋白再次归来 这个压力也随着而来 那还是希望阿旦能够在这一次身披阿旦的ID 取得自己心满意足的成绩 好吧 好 谢谢阿旦接受我的采访 接下来让我们把实践教官给解说写 我想给他打一盘一盘花生米 这个还是很能到啊 嗯 真得喝点吃点烙点啊 我也确实能不感受到 其实阿旦在点评这个比赛的时候 也说到了同位职业选手 确实能够向我们展现出他的这个后追能力 以及抓机会的能力 但是只是说在关键局上面 淡载的这个细节 可能在关键局上面能够展现的更好 是 而且你要说这采访挑特重点的话 嗯 那就是有些东西能带 有些东西啊千万别带好吧 是 来看一下 现在第一天的设对竞争赛的积分赛已经全部打完了 目前A组排在第一的是清语 而B组排在第一的是深海 是的 而目前FS还没有能够第一充现 是 哦 第一比例零是有点难受的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想要进分的话 已经没机会了吧 这一组你想要跟谁来争呢 这第一第二十二十一 就除非明天 不是明天 是后天的比赛 嗯 能够 逆风翻盘 啊 拿个满分什么的 是 哇真的好难 这要是能拿满分 那可太顶级了 对 然后 对于 清语和博魂来讲的话呢 现在分输持平 然后第一名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所以说 在后续比赛里边可能也会更多的去 追